咖啡 咖啡神经的 差点点嘛 咖啡 咖啡咖啡咖啡 今天我们摘一点这个空津菜回去吃 我四伯爷种它这个长得太快了吃不完 吃高不饮啊这个吃的 你哪个高的饮啊 还有这些辣椒 这些辣椒再不摘的话筛都不给它筛烂了 然后待会再上去摘一点梨吃一下 现在梨也熟了 多淘点 粘到两顿一两顿都可以了 这个菜呀都是自己种的 要吃的话现摘 而且就在我们家院子 这也是不可以怎么吃 就是 做的净要整肉的就是 可以吃两顿了这个 好 还有咱们茶子还有一些 淘点海椒嘛 淘点海椒炒得安逸了 搞得啊 这个我感觉没有好辣的这个海椒 二人两个 哦 再弄几个炒点椒一起一块炒 好的呀 这斤有辣椒 混的这个 我脑子撇得快夸夸夸 好是等开花了呀 好 炒点鱼香吧 以后也好炒点鱼 可以呀 这也不炒 都熟了 等我下次你吊点鱼回来烧给你醋 这边都要打个壶子了 干啰 我们都要吃的啊 人家那些 我今天出去看到那些的时候 基本上都打完喽 吃 我上去弄点那个 一只小子吃 四伯爷们我长个漏给你 这个蓝龙我把它拿出来 拿个蓝龙上来嘛不是 口袋 要的嘛 拿个口袋上来 这边你背后有个生子虫 这个 来来来来 生子虫 这么大的粒 太可惜了 这个也烂 哇 哇 这个巨无吧 这个 这个也有一斤 这个好 先暂时放在一起 这个呢 这个也摘了 看这个怎么样 哇 这个也挺好 这边摘了 那边摘去看那一根的三个 那一根的三个 哎呀 这个都烂了 那边这三个干啥一喊它炒了 免得烂得可惜了 好 我过去看 大风收了今天这 哇 这个最大 哦哟 四伯爷这个几买也斤多 斤多应该也进来的这个 好胎哦 那个 哦 差点 哇 这个呢 这个也是好的 哎 哇 最近这个天确实很热 摘个梨满头大汗 现在准备下去了 今天收获了 几十斤梨 好了 现在我要下去了 四伯爷过来踢哈梨子 多得狠 来吧 四伯爷 哎 那一根 七十斤 好 九都得了好多分 九都得了十一步 我们家的比这么大一个 他把往前都没有谁都进来过 都是得老家 都是得老家 都是找这个鱼齿了吧 鱼齿齿了 找找它 找到蜂子要去 蜂子要去 蜂子 哎呀 它很难的就是蜂子干涉 嗯 好 蜂子它就要吃了 我们去年的时候 正好在小房子 那个时候那个蜂全部跟鸟齿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好吃了 不管是 这个皮子有点厚 我就把它学厚一点 来 我少吃点 我整不好吃 这也整不够 我还是要找个花鱼 看嘛 你要先把蜂子弄一样 慢点哈 你看 这个好吃啊 直接整整的蜂子吃得饶 水分特别猪 这个蜂子喝得好多粘 那水分都没好这个蜂子的 知道一点点果酸味 有点点酸 你的味道还是好几种 这个味道 好啦 能看我们的照片都有处处处的 你小时都小时 我 给你多很多吃 我安然我一会就串着那个 应该这个是不是有五十年左右了 然后下一年把它保护好一点 结束更多的 要跟粉丝分享 那时候你觉得那样的好 你摆嘛 摆一摆 那你摆三些是啥子 对的这个是啥子 是呀 关键 那是啥子 那是火鸡头 再一个里面我撞到石头了 好 粉丝现在给你撕到一点 拜拜 不然我去哪里去 去哪里去 哪里的 哪里的 哪里的